抗日战争时期 铁道游击队 人最多的时候只有三百多人 家底最后的时候 也就是手枪加步枪 基本上没有什么重火性 这就决定了 他们不可能总是与日军硬碰硬 所以像截火车 打洋行 回个铁路炸个桥梁 就这种稍微整一下 就能把鬼子折腾个半死的事情 他们最喜欢干 但是这次的刺杀案 怎么看都有点蹊跷 可让人奇怪的是 刺杀案发生以后 日军压根就没找铁道游击队的麻烦 反倒抓了一个 让当地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 伪军团长 明明是铁道游击队干 怎么让这个二鬼子当了替死鬼呢 铁道游击队 又是如何让日军与伪军之间 产生了矛盾 大鬼子被杀 伪军团长被黑过 一时间成为早庄地区老百姓 差于饭后的笑谈 不过很多人仍然想不明白 明明是提到游击队杀的高岗贸易 这作恶多端的伪军盐团 怎么就被鬼子给收拾了呢 这伪军和日军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这杀完高岗贸易啊 我们就特意在现场留下了一顶伪军的帽子 就想着呢 说不定有啥意外收获 哎 这收获还真不小 这寄咱来的大官啊 到咱们这不到半年就给杀了 而且还在鬼子的老巢里 这黄军现在压力是咋咋的呀 哎呀 我看啊 这抓把这游击队 这小鬼子 是把这严惩钱烂 当了替死鬼子 高岗贸易死后三天 盐团的伪军全被塞进了门关的车 拉到东北做苦工去了